一人NONO遭指控性骄性侵 受害人数多达30人 今天上午北市副佑队 到NONO住家展开搜查 面对大批警方上门 她的态度相当淡定 而到了下午 NONO在警方陪同之下 进入北检赴训 经过一个半小时 训后以50万元交保 在现场甚至有民众 对着她咆哮标骂 而出面指控她的小红老师 则是在自己的社群平台上发文 表示无法接手 白衣黑褲神情憔悴 艺人NONO卷入MeToo风波 遭报性骚性侵 身影41天后终于露面 面对媒体追问低头不发一语 在警方的陪同下 慢慢走进台北地检署 接受复训 网红小红老师日前大爆料 指控艺人NONO在20多年之间 对多名女性性骚甚至性侵 被害人更多达30人 2号上午8点多 北检指挥北市警局副佑队 到NONO位于内湖的住家搜查 而当时只有她一个人在家 面对大批园警找上门 似乎已经做好准备 警淡定表示迟早要面对 全程配合调查搜索 最后查扣手机平板等3C证物 原先一度传出 她上午10点半要到北检附训 不过人到了下午1点多才现身 而她被指控5大罪状 包括性骚性侵 性侵未遂 强制猥亵 以及性侵未成年少女 经过警方一个多小时训问 最后以50万元交保 交保后面对追问 人是低头不语 不过现场伤到混乱 甚至有民众对NONO咆哮标骂 而针对NONO无相罪状 训后以50万元交保 吹售者小红老师在社群平台下 写下4个字无法接受 对这结果不是很满意 NONO卷入MeToo风波 重创演艺事业 与太太朱海军的一举一动 都成了被关注焦点 如今案件进入司法调查情绪 对她的家庭及事业 将面临极大考验 谢谢胖文玉 张诗奎 台北报道 上个月 帛琉级货柜船天使轮 在高雄港沉船 不但有无污染海面 600多个货柜漂流 更严重影响到航道的安全 而现在追查 沉船原因还发现并不单纯 因为船员早在上一站 中国大连港停泊之前 就已经发现船身进水了 但当下认为都还在可控范围 竟然就一边进水一边开船 甚至在航行的途中 还曾经换船长来接手 登船之后才发现 船舱进水非常的严重 只好弃船 还因为没有如实回报 错失了进港时机 清澈海面浮现一条 长长的黑色油屋 潜水团队已经连续好几天下海堵漏 天使轮乘船不只造成海水污染 600多个货柜漂流更严重影响航道 而追查乘船原因发现背后居然有猫腻 天使轮上个月21号在高雄港区倾斜乘船 而前一站是中国大连港 但早在停靠前船员就发现船身进水 堵漏失败只好弃船 原本来救火最后却变成背黑锅 而据了解天使轮在沉船前 船长曾在前两天向航港局申请紧急进港 但由于当时未批准 因此错失进港堵漏机会 曾多次以无线电 向该轮联系查询该轮状况 为该轮船上能源均回报无意状 针对这起事件 主要是因天使轮在矛薄期间 并未将该轮船上真实的状况 进行必要的通报 8月1号我们总共出动了10艘船 轻了477.4公里 轻污的一个面积 今天我们还是持续的在做 针对天使轮沉没造成海洋污染 海报署一共开出90万元罚单 另外船长及船员等也被限制出境 来做后续调查 调给沉船员因一个交代 记者成员邓明高雄才能报道 台南安平区建平7街 上午11点多路面突然出现一个 长约3公尺 宽2公尺 深约1.6公尺的天坑 当时一辆休旅车刚好行进 驾驶还来不及反应 车子的左前轮就直接陷了进去 导致轮胎破裂 底盘回损 根据了解 疑似是污水下水道管线破裂 才会导致天坑 大马路上一辆休旅车才行驶经过 下一秒车辆忽然卡住不能动 车主猛踩油门 车辆才脱困 原来道路出现巨大天坑 从另一个角度看 休旅车及时而来 车身却忽然猛烈起伏跳动 因为马路破了大洞 事故现场相关人员赶紧摆放三角锥 就怕再有其他用路人遭殃 而陷落天坑的休旅车只见左前轮爆裂 底盘损毁 车主直呼太倒霉 就连目击民众都惊魂未定 事发在二号上午11点多台南安平区 建平七街路面忽然出现一个 长约三公尺 宽两公尺 深渊1点6公尺的天坑 也导致输信男子 新满一年的爱车受损 据了解疑似污水下水道管线破裂 这才导致天坑出现 后续会针对这个破孔来做一个修补 另外针对受害车主 水利局也将进行赔偿 只是马路出现天坑 用路人错不及防 好在不是机车或行人掉落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洪福奇采访报道 台铁基隆站有少年 把靠站停驶的列车 当作跑酷工具一样 用双脚用力蹬列车外墙 借力进行后空翻 还拍下了影片po上网 引发网友怒哄 有人就在留言区提醒他已经违法 但少年还回复说 违反哪一条法规 对此台铁局表示 少年的行为非常危险 依照铁路法 妨害系统设备正常运作 最高可以开罚百万 铁路警察目前也调阅了监视器 将通知少年盗案署名 只见这名少年把列车当作跑酷工具 手放在列车外墙上 双脚用力瞪了一下 再大袖一段后空翻 真的好危险 脱虚行为发生在8月1号 少年在台铁基隆站玩极限运动 把有最美区间车支撑的 ENU900型电联车 当作跑酷挑战工具 引发热议 我觉得蛮危险的 而且如果害火车怎么了 然后连续的状况会很麻烦 有些人可能觉得自己年轻 比较顽皮或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 如果说今天没事的话那都还好 那如果出事的话谁负责 少年月台上嬉笑玩耍 还把影片上网分享 网友们看了怒哄 猴猴翻跟斗 差一点就可能碰到电车线 有人告知少年违法 不过少年缺毁哪一条要确定是否适用 言辞毫无回忆 当天战务员没有发现 无法当下劝阻 不过台铁局表示 依据台铁局旅客运送契约 第六点规定 如果劝导无效可以去送 事后我们已经报请铁路警察 针对画面会约谈当事人到案 呼吁民众物于月台 及战区追逐嬉气 以免影响行车安全 根据铁路法第六十八支一条三款 防碍系统设备正常运作 最高可罚到百万元 铁路警察目前也已经通知少年 到所说明 你在干嘛 你在干嘛 危险当好玩 甚至忽视其他旅客的安全 少年们如今要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代价 据有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新闻 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